啊 現在是非常時期 大家都要多多洗手 所以呢手作 手工皂變得非常的重要 好 今天呢 就是要教大家在手工皂裡面呢 加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進去 跟一般的手工皂要做區隔 今天要做的香皂呢 其實跟一般的真的差很多耶 甚至裡面呢你看看 好像有點懸浮顆粒在裡頭 而且窄幅窄成的 還有做出我們的漸層顏色 我們歡迎我們今天手工皂 大家好 嗨 友妮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老師剛才偷偷有跟我講說 我們今天要做的手工皂 其實還蠻簡單的 但是呢就算是簡單 你還是可以做出一些 比較美輪美幻 很夢幻一點的漸層效果 然後裡頭的材料 好像都是現成的 對 首先呢我們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透明皂機 還有我們的白色皂機 那我們呢其實在家裡面 那如果說你有這種矽膠膜的話呢 你可以 對 也可以用 那因為我們要讓大家看清楚 所以我用杯子來做代替 然後以及拖浪刀 還有我們的湯匙去做攪拌 以及剪刀 還有我們今天的主角的絲瓜繞 還有顏色的部分 其實海洋是因為我想要命名 它是海洋的感覺 所以我會用藍色 那當然自己在家裡 就可以用不同的顏色去做變化 還有肥皂的香味 還有酒精 酒精是要做一個消泡跟密合的動作 還有我們的透明杯 透明杯的部分 是我們在攪拌顏色的時候 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然後呢隔水加的時候呢 我用這個透明的玻璃杯呢 讓大家比較清楚看到呢 肥皂它隔水加的融化的情形 這樣 好 那現在呢我們要先來做第一個步驟囉 首先呢我們要準備一個墊子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要在這個平台上面 去做切的 我們呢先將透明的皂機呢 先讓它去做融化 因為有時候融化它需要一段時間 那我們在切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先讓它切成片狀 那其實它是有一點硬度的 有些學生他會認為說 我可不可以像削成這樣子 這麼細 比較薄一點 對 有的人會喜歡削這樣子 其實是無仿的 你要削成細狀 還是說你想要把它切成釘狀 它最終都是一樣 它就是必須要先切開過 好 那我們在切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像敲敲板這樣 因為特別是到冬天的時候 肥皂它就會比較硬 比較硬的時候比較不好切 然後我們切成條狀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它切成釘狀 然後這個時候 大小 鋪一 都沒有一定要切多大多小 所以很多人他很喜歡在做這個切罩的動作 他會覺得特別的療癒 然後還有小孩 小朋友他特別喜歡玩灶機 因為灶機它本身危險性是最低的 他只需要做到隔水加熱之後呢 他就可以去塑很多不同的造型 所以灶機在觀光區還是在親子DIY的時候 大家特別喜歡用灶機來做一些造型 好 那我們透明的部分已經切好了 我們就把它裝到我們的玻璃瓶裡面 我們要去做隔水加熱的部分 我們今天使用的是卡絲爐 如果在家裡面 你有電磁爐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電磁爐 然後電磁爐 但是外鍋一樣要像它這樣子一樣 去做隔水加熱的動作 那我們來觀察一下 灶機它只要一旦隔水加熱之後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現象 然後我們火可以調大一點 對 火可以調大一點 你會發現它已經慢慢去做溶結了 好 這一邊其實我們的 你看喔 裡頭的灶機融化的是非常快的 對 它會很像水喔 我們來慢慢地觀察一下它融化 有時候觀察灶機融化 它也是作造的一個過程 它本來是一塊一塊的狀況之下 因為它的溶點是在60度左右 60度就可以讓它融化 對 就可以讓它融化 所以它旁邊的溫度 你只要有一點點溫度上來的時候 我們的肥皂就會很像冰塊一樣 它去溶解掉 溶解掉就會像我旁邊這一杯 像我旁邊這一杯 是我剛剛已經溶解的 已經變成水狀了 對 有沒有 它這已經變成水狀 就是像這樣子 也不會咯咯 不會 不會 如果我們一直攪拌它 它就會 好 你看 我現在 在等待它融化的時候 我就先讓它靜置在這裡 那灶機它很特別 它如果你一直去攪它 它會變成我本來切的時候 是一塊一塊的 那一塊一塊 因為它有空氣流動的時候 它其實會比較好溶解 如果你一直去攪拌它 像你剛剛講它會咯咯 然後再來就是說它會團結 對 最後好像每一切一樣這樣子 所以反而是融化完再攪拌 它又會變成一坨 對… 我們要讓它整個融化 就不要特別去動它 現在我們要來把我們的 絲瓜糯 要讓它入到我們的肥臟裡面去 絲瓜糯它其實是有分品種的 有一些品種 它的絲瓜糯的纖維是很粗的 非常粗 那因為很粗的纖維的話 我們在洗 就適合洗手 會很痛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去選擇 它像這種細纖維的 細纖維 細纖維的部分 它的這個品種 我們洗起來 全身都可以去做去角 除了臉以外 因為臉的話就會比較粗 那我們在讓它入到裡面的時候 我們會先把它切成像一塊一塊 我先把它剪成這樣 然後我們再把它對剪 我們不要整塊下去 因為有時候整塊下去 其實它也很容易浮起來 我們可以把它分散 再者就是 我們今天的絲瓜糯 它沒有那麼大 可是它杯子滿大的 那我們希望讓它填充 整個杯子的時候 我們在洗的時候 就是都可以碰到絲瓜糯這樣 然後就是讓它很隨性的 填滿整個杯子 我故意是把它可能切碎一點 對 那你看我在切的時候 我也大概是在做對切的而已 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今天都把它切得很細 它就會很像我的桌面上這樣子 很多屑屑 就你洗一洗 它一直在你的手上屑屑的 對不對 也很容易就被你洗起來了 所以我們要讓它跟那個肥皂呢 要有一點點跟肥皂 接地氣的意思 讓它黏在一起 你看喔 這一邊呢 其實你為了把這杯子都填滿 你可以稍微把它做一些裁切 是 然後我們順便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做照的時候 會這裡在做的時候 這裡也會順便觀察 我們來觀察一下 我們剛剛這個 是不是它都已經整個 完全融化了 完全融化了 可是還是還有一點點 對 那因為我們都沒有去動它之後 它等於它慢慢的中間 它也會慢慢的融化掉 好 那我們繼續補充一下 我們自己的這裡 像這樣子會覺得它有被填滿的感覺 嗯 好 已經填滿的感覺 那中間再來一點點 這盡可能的是有一些縫縫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再切碎一點塞進去 對對對 不要浪費喔 你在洗手的時候才可以全面都洗到 是 而且它絲瓜辣喔 洗手喔 它會可以把你的老肺餃子給洗掉 嗯 然後你反而呢 手會 手部啊 或腳部都會很光滑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做的手工罩呢 是要讓大家有全面性的感受 比方說它聞起來很香 對 在洗的時候可以下菌 再加上呢 還可以幫你順便的去一下餃子 這些老肺餃子呢 在通過你洗手的時候呢 都可以被去掉 你的手就變得很光滑 白白嫩嫩的 對啊 你看喔 我會一直把它填滿 填充 好 像這樣子 整個都填滿填充了 下面呢 你看下面有一個小東西 那是它的種子 喔 這是絲瓜繞的小種子在裡面 對對對 所以也沒關係 也是可以把它塞進去 是 這一杯已經融好了 融好了 融好的時候呢 會加香味對不對 今天提供的呢 然後呢 它是薰衣草的香味 它就會比較芳療 因為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總是想要很輕鬆的感覺 我們直接呢 加在我們的皂液裡面 差不多呢 10滴左右 就因而異啦 有的人他可能會覺得 我喜歡香味香一點 那我們在加香味的時候呢 盡可能呢 是一顆肥皂的 總量的1% 至2%就好了 也不要太多太擔心 對 好 那我們直接讓它 入到我們的絲瓜繞 我們在入的時候啊 切記就是 要讓它到表面就好了 但是不需要整個把它覆蓋嗎 覆蓋到表面就好 不要讓它覆蓋到太多 剛好蓋住就好了 對 因為啊 如果我們讓它覆蓋到 非常非常多的時候呢 它會浮起來 絲瓜繞 反而是因為如果你的皂液 太多的時候 它會整個可能 往上浮 底下又流很多 是 因為絲瓜繞 它本來就是很輕的東西嘛 然後再者就是說 我們現在也讓它 一直去做填空 我們讓它一直填的時候呢 其實它比較不會浮起來 如果我今天讓它很鬆散 它就比較會浮起來 這也是為什麼 一開始要塞很多 把它塞得比較密集一點 沒錯 那我們現在呢 第一層做好 因為我們要 今天的作品 它是需要等待的 它這一層好了之後 等它變硬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下第二層 那礙於時間呢 我們就先把它做好一杯在這裡 所以大概要等多久 才可以變成像這樣的固態狀 差不多20分鐘 它就會比較硬 可是呢 它的表面啊 5分鐘左右 它就會有呈現 有一點點微微的 微微的硬度 只是在表面上 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想要玩的是說 今天這個 我代表的是 珊瑚礁 對 那我上面呢 我想要開始要製作海 就是海浪的感覺 漸層 漸層的感覺 好 那我呢 現在開始要來玩海邊的感覺了 這是另外一杯 我們剛才融的造雞 對 這個我們等一下呢 時間夠我們就可以來做 第二個作品 好 我們呢 要去做調色嘛 好 在這裡調 海浪的感覺它會有點藍色對不對 對 先來做一點點透明的 然後先把透明的倒下去 藍色再滴一點點就好了 藍色的顏料不用太多 對 而且要非常的少 你看喔 其實一點點它顏色就會自己暈染了 那有時候啊 很怕它真的滴太多有沒有 嗯 我就會把它稍微碰一下 這樣一小滴 對 然後呢 我還會再把它捏起來 所以真的是量那麼少就OK了 可能連一滴都不到的量 是 你看喔 好漂亮喔 非常非常的 很美 藍 然後淡淡的藍 淡淡的藍呢 我們呢 酒精做什麼呢 這時候它就會出現了 小泡泡 對 酒精呢 我們在讓它去做蜜合的時候 我們需要酒精 不然我們這個罩啊 把它的瓶子切開之後 要來洗的時候 它會海洋跟珊瑚蕉分開 就沒有辦法真的融為一體 是 讓我們酒精噴一下 然後記得左邊右邊全部都要抹 抹一抹 好 都抹好了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今天酒精只噴中間的話呢 它等於中間它才跟它黏在一起 它旁邊其實是開的 你還是很容易洗一洗它就分離了 所以我們就會再多噴一下 讓它左邊右邊都好 好 那我們剛剛藍色都好了之後呢 我們呢 一樣要加一點點香味 香味加下去 攪拌 這個藍真的很漂亮 淡淡的 我們就把它倒下來 這時候漸層就出來了 對 這就有一點漸層的感覺 你看不到 這樣子的感覺 好 那接下來我們呢 因為海啊它其實不是只有這麼淺的顏色嘛 你可以呢利用一些像藍色你可以用深一點 為什麼剛剛它不要太深 因為我們已經備好了這個要深的了 海浪的感覺 我們呢 只要用削的來讓它削下去 我們可以先 削一點點起來放旁邊 這個步驟是不是比較容易出錯啊 可能你在削的時候 力度掌握得不是很好 也還好 你如果啊 譬如說有些人擔心力度不對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樣切塊 像我現在削一些起來 我等一下呢再放一個是切塊的 給大家看 就如果切丁也OK 對…它的感覺不一樣 切丁的話它會很實在的藍色 實實在在的藍色就會 它那一塊藍就會很深 那我切塊的話它會很像暈開的感覺 所以還是比較建議大家 使用這樣斜切的方式 嗯 不過做造的話其實大家都很依依感覺 很喜歡那一種就是隨性 那我們放下去的時候 我們也是隨性放 因為等一下呢 我們要利用我們的高溫的透明照機 再把它沖進來 我們的海洋才會有那種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有點像是在夾漢堡一樣 一層一層 那就是石瓜繞 對啊 中間就是藍色的漸層 然後最後再拿透明照機 去做最後的覆蓋 嗯 好 那你看喔 嗯 我們這邊都好了之後呢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就是白色 它還沒用到它對不對 因為海浪啊 你有沒有覺得有時候遠處看 海浪有點白白的 嗯 怎麼泡泡啊 所以我們也會加一點 這個時候海浪就真的不要切塊了 要刨 用刨的 就是稍微旁邊給它洗洗的 你看像這樣的一個手法呢 把我們的造機稍微拿斜一點 然後呢 幾乎是用去刮的方式把它刮下來 嗯 那我們這樣把它刨下來 那你如果在家裡的啊 你又有那個美工刀也可以 欸也可以喔 美工刀可能失敗率還不會那麼的高 它就美工刀應該就更細 因為它刀片跟我們波浪刀不一樣 那你看喔 我現在呢把它布滿上去 我就是讓它等一下用溫度去把它沖下來 而且我發現其實丟進去的量都不用太多 對 都不用太滿 因為啊 當你今天丟了很多很多的話呢 它會造成什麼現象 它就會很容易呢 你倒下去之後呢 它整個顏色都一坨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是要細細的 讓它分散一點 對 來 我們把它倒在這裡好了 鍋裡的 給個清楚 這邊就是剩下的造劑 就是 欸老師也沒有把所有的都倒進去 大概就倒的量自己抓一下 對 那你看喔 我們現在呢 要沖它之前啊 因為它又是第三層了 對 我們要噴它一下 要讓它融合就是需要借助酒精 對 我們要讓它融合就是需要借助酒精 我們要讓它融合就是需要借助酒精 這個表面呢 可以在一起 噴多是沒有關係 因為它會揮發掉 我們就怕它最後脫模的時候是分離的 然後有時候呢 造劑它很特別 如果你的溫度啊 像我們在冷空氣下 它旁邊就很容易形成薄膜 那薄膜的時候 我們又不想讓它薄膜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湯匙去擋住它 那其實它的溫度是非常夠的 那你看喔 我現在來用高溫沖它 我們看看會不會出現海浪 妳有沒有發現 妳有沒有發現它的白色被我沖掉了 就開始亂跑了 妳有沒有 妳有沒有覺得它根本就不是一整塊 一整片了 有沒有 妳看得到嗎 妳有沒有覺得它 已經有點暈開了 對 就是要讓它暈起來 在倒下去的時候 其實高溫的助欄下 它可能就會慢慢地往邊邊這樣四散 然後就會達到大家想要的效果 慢慢地暈 然後有一些小漸層 有點像是海浪在不斷地拍打 對 那妳看喔 剛剛它是一顆的 一顆的它是不是就很明顯 快狀 丁狀 好 那我們剛剛把它弄成片狀 妳有沒有覺得它就比較像海浪的那種 片狀比較像耶 對啊 這就是每一個人 它可以玩不同的技法 好 那這一杯呢 可以用藍色的像海洋的感覺 那我們呢 剛剛這一杯還記得嗎 我們是不是說它表面要讓它硬對不對 那它表面其實是有點QQ 妳可以摸摸看 真的耶 它在還沒有完全硬的時候 我給鏡頭看一下 我在摸的時候 其實手指是會陷進去的 妳看 可是它不會燙妳對不對 不會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可以繼續來玩什麼呢 我們可以來玩琉璃的感覺 就是我們把顏色滴在上面 然後讓它整個流竄不同的顏色 它效果就不一樣 這個是我想要歸類它現在海洋的感覺 嗯 珊瑚礁的感覺 那我們這個可以來玩琉璃的去角質照 那一樣我們的顏色呢 我們可以去選擇一些顏色把它滴下來 可是都不要太多 喔 我發現顏色好像真的是 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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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 對 顏色還滿重要的喔 嗯 所以老師有人在做的時候 比方說我在做這個漸層杯的時候 有人在把它拖照的時候 是直接頭首分離的 會嗎 會啊會啊 它就是沒有加酒精 沒加酒精就一定會 少一個步驟就差很多 對 而且差非常多 那我們可以做分散的 分散的方式去把它滴下來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老師的手法 你看喔 每次我的蘭啊 它很多對不對 我就是 不想要讓它成為黑肥皂 我就會把它弄起來 用湯匙沾一點點 對 那還有一種就它的方式呢 就是 吸它 用衛生紙 好 衛生紙吸它 也可以 那黃色的 我們也拉下去 因為現在你光用看著 你可能還看不清 看不出來說 老師到底 最後的成品會長怎樣 就一點點一點點斑駁的 好 那麼呢 我們要把我們剩下的透明的 噢燥機 對 剩下的透明燥機 一樣我們也要加香味嘛 這個時候你 如果自己身邊它還有剩的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你要不要丟下去 它就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那如果說以小朋友來講 小朋友就是喜歡花樣很 它應該是會丟下去 小朋友喜歡複雜一點 複雜一點 對 那它還是必須添一點點酒精 因為呢 它要讓它密合嘛 好 酒精噴一下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呢 可以來調一下我們的香味 好 也是點薰草的花香 對 一樣是1%至2%就好了 然後呢 攪拌它 好香喔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用沖它的方式 這邊要仔細看囉 嗯 就讓它去串 好 然後我可以沖藍色 它就會跑掉了 你看這邊顏色就會在杯子裡面 到處亂跑 可以高高的 哇 這是結合我們之前用 帶大家玩過的琉璃 如果大家忘記的話 可以稍微去再去看一下 溫習一下 對 它變出了綠色耶 對 它就會混出 對 像妳講的綠色 嗯 它就會呈現兩種不一樣的做法 嗯 那我們要使用它的時候呢 就是把我們後面 外面的這個把它剪掉 剪掉之後 它就是整個一個很紮實的肥皂 喔 但是你看呢 我們現在是用塑膠的 所以呢也不需要你這樣 壓壓壓壓把它脫模 對 把它的外圍咔啦咔啦 剪掉之後呢 它其實就會變成像成品這樣子的 我們的絲瓜糯可以去找 只又是海浪狀 而且重點呢 我們今天給它的擺設 有點像是希臘紅 所以呢 有種最不味的感覺 再加上它的香味 香香的 很療癒喔 很實用 謝謝Magy老師今天 教我們做很實用 而且好好看好夢幻的手工造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多多快樂學長 下回節目 大家見囉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